和尚几乎就没怎么闯祸,唯独闯过,疑似大祸,赵刚却没责怪他,当初李渔农犯瘧疾,差点就要交代了,和尚一着急,居然将人家老郎庄,一路访魂团步,这可是严重违反群众纪律,责怪他几句都是轻的,如果报告上级,可能还要受处分,结果赵刚一句怪罪的话都没说,而且承认,自己在这件事上不敢怪罪和尚,其实赵刚看待事物的方式,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 加入独立团后,赵刚经历了很多,也见证了很多,在敌人的炮卫中,云龙率不杀回,为的是救出兄弟张大彪,危难之际,和尚看待生死,悲喜的云龙,一路冲出重围,为的只是这份情,独立团从没有丢下一个兄弟,在一次次考验中走过来,赵刚早已从守规矩的羞彩,蜕变成有情有义的真贩子,正因此,团长有难。